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第一個交給在地民眾的公投任務 就是公館徒步區的存費問題 週六舉行 由當地的住戶跟店家投票表決 徒步區到底該不該繼續實行呢 最後開票結果 有七成一的民眾反對實施徒步區 但可能是宣傳不足 投票率僅僅一成三 熱騰的麵根掛包 真奶大排長龍 公館商圈加熱人潮滿滿 徒步區設辦結束後 機車鑽來鑽去 人車正到場景隨時上演 但居民店家還是自己做了決定 反對一票 經過店家與居民表決 借壓倒性的票數 59比14與124比77 反對徒步區 總共反對票以兩倍的183票 決定公館商圈的未來 各佔50%的比率來算的話 那就是贊成了29% 反對的就是71% 所以這也代表就是我們公館 徒步區的這個實施 我們就後面我們就不再執行了 很高興啊 很高興啊 大家開心啊 因為這半年來大家都很受委屈了 現在如果大家對大家都有幫助 那些草都已經都揮榮了 店家歡欣鼓舞 豪市府時代事辦五個月的假日 封街進車徒步區正義不斷 柯文哲上任訴諸民意表決 這個投票很好很好很好 比較民俗化 老人老民我覺得啊 對啊 像辦這些東西的話 滿浪費招政府的錢 柯市府面對地方問題 第一個iVoting 廢除公館徒步區具有象徵意義 往後是否每日僵局就來個 小心公投iVoting實驗 公館徒步區只是第一場 這位黃明君全英文 台北參謀導